阿南德的预言修改了 引发了震动 不过 仔细研读后 发现诸葛亮的马前客 对阿南德修改的预言 似乎早就未卜先知了 观天看地 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阿南德的预言修改了 引发了震动 不过 仔细研读后 发现诸葛亮的马前客 对阿南德修改的预言 似乎早就未卜先知了 很多人对马前客都做过解读 马前客出奇的精准 并不亚于阿南德的预言 只不过 中国的预言 通常都是用非常隐晦的方式来叙述 虽暗藏玄机 却肩色难懂 不像阿南德的预言那样直白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马前客中哪一客与阿南德修改的预言相同 哪一客是阿南德还没有讲到的 马前客共有十四客 每一客讲了一个朝代 预言了诸葛亮之后 未来中国的十四个时代 清朝白鹤山的首元和尚对前九客做了精准的解读 对应的是魏晋南北朝 随唐五代 宋元明清九个朝代 不过 首元和尚对第九客也只解了一半 就不往下解了 第九客 水月有主 古月为君 十传绝统 相敬若兵 解曰 水月有主 清也 古月胡也 胡人为君 待一天树 不可强语 老僧生于家境十年 今年八十又六 过此以后不敢妄议 他说 因为是出家人 对已发生的事情可以解 但是对未发生的事情 就不能妄议了 对首元和尚未解的后几客 有许多预言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做过解读 但是都没有仔细的解读 我想 这是因为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一旦说得太具体了 如果最后没有发生 就难堪了 不过 我认为 诸葛亮的马前客 早在大约一千八百多年前 就已经对阿南德今天修改的预言 未卜先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来看看研究者们对首元和尚未解的后几客是怎么解的 第九课 水月有主 古月为君 十传绝统 相敬若宾 前两句首元和尚已经解了 就不多说了 后两句 十传绝统 相敬若宾 有的人认为 可以用唐代李春风 袁天刚推背图中第33项来解 十传 指的就是大清自顺治皇帝统治中原以后经历了十位皇帝 然后统治就断绝了 推背图的第33项中 清朝的皇帝是清氏族 建年号为顺治 应了气顺则治这句话 全国气顺了 慢慢逐渐走入了治岛 满清原来是明朝的客人 却做了中国的皇帝 但汉人并没有变成客人 又应了主客不分这句话 正好对应了马前客第九课中的后两句 也就是 汉人和满人相敬若宾了 这段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 已经发生的事情 这么解算是很准的了 不过后面的四课的解读就各有千秋了 第十课 史后牛前 千人一口 五二道治 别来无救 汉字专家张福章认为 这一课预言的是中华民国 史后牛前 指的是时间 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正是诸年 所以1912年 亲帝退位之年 正是史后牛前 也就是诸牛香蕉之年 千人一口是个字谜 千人口三个字合起来 就是共和的合字 在《易经》中 九五是帝王的卦象 而五二则是平民的卦象 因此 五二道治说的就是 在共和国的体制下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这与君主体制的国家是完全倒过来的 这种解读基本为各家所认可 也很精准 但对于十一课 各家解读就有所不同了 第十一课 四门诈壁突如其来 沉寂一声 起到大衰 张福章认为 四门指的是东南西北四个城门 象征皇城 币是指复辟的意思 按指共和之后的时代 瞬间又恢复了全面的专制 中共建国 美其名曰是人民共和国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是极权专制的政权 但专栏作家李道真认为 四门诈壁是一个字谜 可以理解为 有四方之门 第四个门突然打开了 这个字形就是一个共字 指的就是共产党 沉寂一声 起到大衰 张福章认为 2005年是已游几年 年初就凭共产党问世了 引发了退党大潮 解体共产党 中共靠暴力谎言建立的红潮已经穷途末路 将要大衰了 这个解法与一般的业内人士很不相同 不过李道真认为 突如其来这句出自《易经》《离挂》第四谣的谣词 突如其来如 焚如 死如 弃如 卦象是 突如其来如 无所容也 离挂为火 色赤 共产党从上红色被称为赤匪 硬了这一卦 四谣是最凶的谣 不居中不得位 无处容身 即焚如 死如 弃如 无所容 共产党从上暴力斗争 靠假恶斗骗起家 宣扬无神论 破坏传统 摧毁道德 毁灭正信 其结果必然是焚如 死如 弃如 对应现在的全球围剿中共的大势 中共气数已尽 走到末日 正应了焚如 死如 弃如 无所容的结局 李道真还认为 在民国时期 中国的版图形状是海棠叶形的 中国统治中国后 本来版图不是畸形 存在大量的有争议的国土 但是1999年江泽民签下了卖国条约之后 版图的形状就真的成了畸形了 因此沉寂一生 起到大衰 从这一年起 中共就在走下坡路了 慢慢的走向了末日 这两种解法 虽然细节上有所差异 不过 大致的方向是一样的 结局就是 中共起到大衰 第十二课 整幻救难 视为圣人 养福而至 惠及生命 第十三课 贤不宜也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 这个第十二课 其实就是对应阿南德今天的预言了 张福章认为 两课讲的都是有大灾难的出现 同时也有大圣人的出现 大灾中有一部分生命将会被淘汰掉 有一部分生命将得到大圣人的解救 而这个大圣人就是万王之王 并说 这一点在推背图 圣经 启示录等其他很多预言中都有讲到 大灾过后 太平世纪降临 人们和乐相处 不过 万王之王的说法似乎是张福章一家之言 一般预言解说家似乎都还没有这样说过 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的 收文解释的解释 患 优也 难 灾难 祸害 指人为而产生的祸害 这里指的都是人类的大灾难 而且是人为导致的 是在古汉语中是正的意思 为是唯一的意思 就是说 只有这个大圣人才能拯救灾难 谁也救不了 这一点和阿南德所预言的2020-2021年的灾难就对应上了 阿南德给出了七条建议 其中第一条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提醒大家要信神 而这个汇集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和罪恶了 比如在东方出现了活体摘取良心犯的器官这样的罪恶 无数良心犯为坚守信仰而以身寻道 而在这样汇集的罪恶仍在继续的时候 在西方欧洲国家被中共红朝全面渗透了 美国的大选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举欺诈 深层政府操控了大选进行有条不紊的系统的舞弊这样的罪恶 当然有人会说深层政府是阴谋论 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不少预言者和预言研究者都认为 人类一定会经历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比如战争、水灾、火灾、瘟疫、粮食短缺、人口减半 然后才会出现脾气泰来、圣人相救的一天 这一点和阿南德的预言几乎是一样的 阳就是阳气正气的意思 智就是智礼的意思 即阳气恢复走入智道 会 古汉语说 月静也 月代表阴 会即为智阴 明照灵四方 远明 物极必凡 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时候 就会脾气泰来了 圣人一出阳气升起 照灵四方 这一点就是阿南德没有讲到的了 不过阿南德给出的七条建议 似乎都在暗示 脾气泰来的时间和节点 其实是掌握在今天的地球人的手中的 阿南德修改的预言 正好对应了诸葛亮的马前刻 早在近1800多年前的未卜先知 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维乎 亦有圣人之道四焰 以言者上其词 以动者上其辩 以志气者上其相 以不适者上其战 这里 以动者上其辩 就是说 圣人有所为 必是遵循阴阳变化之道的 便有吉凶 而圣人之动 取吉不取凶也 这也说明圣人的出现 必是扭转乾坤的迹象 那么对应当前动荡的世道 特别是在中共病毒大瘟疫流行的时候 美国大选出现正邪大战 神魔对决天象巨变 恰恰正在一步步印证马前科的预言 现在正是人类吉凶祸福的转折点 俗话说 神是救自救的人 人类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圣人才能出手相救的 被视为先知的萨都孙大索牧师 更是直接传递了他从上帝那里接收到的讯息 他提醒美国人 你们千万不要选错人 神又给了美国四年的时间 千万不要选错 如果美国人选错了人 就会从此衰落 不再崛起 神童阿南德修改的预言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选择错误 接踵而来的 必定会是更大的危疫和灾难 选择正确了 圣人就会改变原来的灾难定数 解救人类 使魔鬼统治的极度阴性的世界 重新呈现出阳气正气来 好在从目前局势发展的状况来看 巴巴尔律师和林伍德律师 对大选舞弊的诉讼 正在揭开这场魔鬼对人类毁灭的阴谋 让更多的人觉醒 选择与神同在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人的挺川大游行 以及美国人陈塘共振 大选舞弊的勇气中看到 同时CNN的口风似乎也在微妙的改变中 未来的光明正在显现 第14课 真的此刻艺术难中 前古后今奇道无穷 这一刻就是阿南德完全没有预测的了 不过沿着他修改的预言推论的话 也能看到这一刻的内容 张福章是这样解的 卦象预言到此结束 所以沾得此刻艺术乃中 对应推背图的第60项 茫茫天数此中来 世道兴衰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 就是说一切皆有定数有安排 而永远不变的是道 是普世价值 所以前古后今奇道无穷 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的 易日月为易相为阴阳也 数记也 这一刻占卜完了 对日月等宇宙运行的规律的计算 或者是易经所解的道法就结束了 道即道可道非常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法自然 穷极也 也就是说道是无极限的 易经 源自和图洛书的先天八卦 是对地球所在的小宇宙运行规律的解读 艺术乃中一句话 暗含了旧宇宙的运行轨迹的终结 导致原来的艺术乃中 也就是用原来的艺术博瑶占卜 就不灵了 这一点从阿南德修改他的预言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真是深不可测 我不是专家 只是在自己做的一点研究的基础上 做了一点自己的解读 信不信有你了 现在的世界真是天灾人祸 世事动荡 希望诸葛亮的马前客的智慧 能帮助我们洞悉事态 未雨绸缪 正确的把握未来 最后我想说 为了大圣人的出现 如果你是基督徒 就请祈祷吧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就请祈祷吧 如果你是佛教徒 也请祈祷吧 如果你是回教徒 穆斯林 也请祈祷吧 如果你什么信仰也没有 但你期待灾难逆转为吉祥 那么就和大家一样 祈祷吧 让大圣人听到我们的心声 来拯救人类 好了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视角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 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